看一下評分 我要知道它的成績 當然成績你可以把它寫在這裡 或者跳出一個MetriBus 我們上禮拜有講到 那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當然你可以進一步去思考說 它如果做一次測驗之後呢 它重新再出一次題 那是不是應該要把它做的 做答的分數計算 計下來 否則如果一直評分的話 我不知道說呢 它每一次的分數是多少 所以如果說要把 這個它做的分數呢 把它記錄下來 那你是不是應該 在這邊的話 可以讓它寫在這個地方 讓它一直往下 可以把這個成績記下來 那這部分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出題 如果要怎麼按下這個按鈕之後的話 它會幫我重新出題 重新再從什麼呢 從這個範圍裡面 從這個2000多題呢 幫我去挑出80題 那這裡的話實際上 我們只要做一個動作 因為 在這裡各位可以看到 它這邊的題號是固定的 1到80 不會改 它的這個題目 作答 作答是使用者作答 正確答案 這兩個 其實是根據哪裡呢 根據我們上個禮拜 在這個有沒有 large 抽題 那抽題實際上就是 data裡面的抽題的範圍 然後去找到什麼呢 最大的什麼呢 1到80 所以也就是說 我只要前面的亂數更改的話 它就會自動幫我把 最大的 亂數裡面抽題 這個data裡面這個 這個地方最大的 這個地方亂數裡面 最大的80題出來 所以每次跑 就只要怎麼樣呢 更新一下 這個裡面的亂數 那最大的80個 每次一定都不一樣 所以我要怎麼出題 首先的話第一個 你要去思考說 我要怎麼把這個地方做個改變 改變的方法很多 第一個就是 就是在那個我們書上面介紹 就是用錄字句的方法 錄下來之後有沒有 讓它按一下出題 它就可以讓怎麼樣呢 我們第一次做是 這個地方是 run 這個亂數跑對不對 然後把這個結果貼過來 把這個地方貼過來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部分的動作 錄下來之後的話呢 那就可以達到 重新出題的這個目的了 那這裡的話我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首先一下 是的